國內新冠疫情新增二十一例確診個案 包含一例境外移入 還有二十例的本土病例 沒有新增死亡個案 由於疫情警戒降到二級後 游泳池仍然不開放 引發家長與選手反彈 對此指揮官陳時中表示 經過開會確定選手訓練計畫 要趕快進行 一般泳池也會開放 但是要符合指引相關規定 至於外界關心 國產高端疫苗何時能夠開打 陳時中首度透露 八月下旬應該有機會 新冠本土疫情週三四號 新增二十例本土病例 個案分佈以新北市十四例最多 其次為臺北市五例 桃園市一例 沒有新增死亡個案 本土疫情穩定 上週疫情警戒 從三級降到二級 但游泳池等場所仍不開放 游泳池業者及相關團體 呼籲選手有訓練需求 希望指揮中心能解封 對此陳時中表示 選手訓練計畫相當完備 可以儘速進行 但一般泳池仍需制定防疫計畫 報地方核准才能開放 而國內新冠疫苗接種持續進行 目前累計已經有八百五十萬多人次完成接種 疫苗含蓋率為百分之三十四點四一 期次人口比三十六點一九 不過有六例已經打完兩劑疫苗 有待釐清 根據指揮中心統計 目前疫苗剩餘數量 中央與地方還有九十三萬八千多劑AZ疫苗 莫德納則還有六十六萬多劑 至於外界關心 國產高端疫苗何時打得到 陳時中透露八月下旬應該有機會 記者LASMETO 副財特報道